为了吸引民众多多的搭乘计程车 有业者首创搭车基点的优惠 还和一千多家的实体通路合作 每搭一次小黄就可以累积三十点 那么如果搭十次的话 就可以免费吃一次披萨 搭二十次就可以换一颗牛排 搭小黄现在还能换赠品 车对业者首创基点制 比照搭飞机跟刷信用卡 搭一次计程车可以累积三十点的红利点数 超过六十点就可以透过网路 或者是手机的APP来跟店家换商品 我们想说在这个计程车 没有办法做折扣的方式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结合 所有的其他的店家 一起对这个消费者 释出我们更有诚意的服务跟优惠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雷点的活动 是比过去所计程车搭车的 这个折扣的部分还更优惠 跟超过一千家业者合作 用好康折扣来吸引民众搭车 举例来说两百五十点的大披萨 搭九次车就可以免费点 搭二十次可以吃到免费的吸体牛排 天天搭车上下班 大约一年就可以免费到 日月坛的五星饭店住一晚 多次还可以得到牛排 那谁反正赚便宜吗 一样在搭 然后多个福利也是不错 民众反应热烈 不过其他的车队业者表示 暂时还没有跟进的计划 我们的并 read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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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